白狼张安的爆料指控说 立法院长王金平纵容学生 霸占国会 不过在今天也看得出来 王院长的态度似乎已经有所改变 国民党立委透露 王金平认为学生占据一场是治安的问题 如果说要动用警察权的话 只需要知会他一生就好 来听听王金平他怎么回应 就是不管说 如果说双方都不肯让步的话 是派神先来协商也没有用 这个 我不变致平了 我不变致平 我会继续努力 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解决 这样子学生霸占一场的问题 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好 据说王金平院长表示 如果动用警力在有民进党立委 阻挡的话就是防海公务 不过今天面对镜头他不肯多谈 目前呢 这服务院党的态度开始转为强硬 王金平未来是否也会有强硬的动作呢 似乎是已经有了伏笔 也备受外界的关注